经过对文献的分析和科学的探测 我们知道了司马迁既在秦林地宫有水银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而且数量还真不少 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 秦林地宫的水银仅仅是用来制作江河水系的吗 它还有没有别的作用呢 比如是否有用来防治尸体不服 或者是用来防盗呢 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就得先从秦代人们对水银的认识水平开始说起 秦代以前 人们知道水银的原料单沙被当作颜料来使用的 而水银被作为可以治疗恶创界限的药物 自春秋晚期开始 水银还可以用来制作六金六银等华丽的器物 春秋战国时期 一些贵族墓葬中开始出现放置水银的现象 这可能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但是秦世皇在自己的地宫中 由水银做成江河湖海 这肯定就不会单纯是财富的象征了 那么是用来防腐的吗 也不是 水银的确可以使尸体在很长的一间时间内不腐败 但是人们开始知道这个原理 并且应用到墓葬中的时候 已经晚到宋代了 从文像上看 宋代时上层社会流行 用水银来侵泡尸体 此时的大臣们 由于死后能得到皇帝赐予的水银为荣 据说那时大臣们死后将得到遇刺的几斤水银灌进腹腔 就可以让尸体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面入生人 就像活着的一样 松礼宗赵运是宋朝的第十四位 南宋的第五位皇帝 在位四十年 享年的是五十九岁 一二七六年 援兵共战南宋都城临安后 一二七七年的二月 西夏人藏传佛教的僧人 突破高僧八四八的弟子叫杨连真家 被元朝委认为江南施教都总统 派他来掌管江南地区的佛教事务 一二八五年 他召集和习僧人 大规模的盗绝南宋的六令 发现已经如土二十一年的宋礼宗 竟然喊面如生人 跟个活人一幕一样 看起来就像是在睡午觉 他们也很疑惑 也是就将宋礼宗的尸体倒挂起来 立取注入腹中的水银 最后伸手奋离 然后杨连真家命了手下将宋礼宗的头骨 奉献给帝斯八四八 八十五年以后 明太祖得知此事 叹息久之 随后派人找回礼宗的头鲁 并且归葬到韶兴永慕陵的旧址上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的防盗呢 水银确实具有剧毒性 这个知识点在汉代之后 由于炼丹兽大规模的盛行 人们才逐渐的意识到的 而运用水银具有强毒这一特性来防盗 在秦代是不大可能的 根据文献的记载 春秋的高等级目当中放着水银的现象 比如吴越春秋里边说 吴王赫礼以水银为持 其实在这个阶段 人们根本还不知道水银的强毒性 估计也只是将水银作为 稀少的六斤镀银器物的碧碑原料来使用的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描述地宫时说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吉祥灌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北魏力导员在水晶柱卫水中说 秦龄地宫以水银为四渡百川五约九州 据地理之势 东晋王家在十一记中提到秦龄地宫的水银 说呢为江海川渡及列山岳之行 我们大家注意 上面那些古人们 他们几乎都提到相同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秦龄地宫里边 用水银来做百川江河大海 这很容易让我们推断 这是对秦帝国地理版图的在线 其实这个判断是有据可考的 在甘肃天水一个叫做放马滩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的秦墓 里边就出土了一幅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而西汉长沙马王堆的墓葬里边 也出土了地形图 驻军图 成义图 这就足以说明 虽然精度或者非常有限 但秦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在陵墓的地宫中磨叽出 以帝国水系为骨架的版图来 其实秦林的地宫 就是秦氏皇帝灵魂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卧室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就相当于在卧室里边 放着制了一幅秦帝国的版图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普通人 卧室里一般都会挂些什么呢 我想大概更多的是 所谓的书法作品 艺术品吧 有谁会在卧室里边 挂一幅中国地图或者世界地图呢 而秦氏皇选择将帝国的版图 模拟以后放入帝宫之中 如此才能安然长眠于地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初所提出的疑问 秦人帝宫中放置的水银 体现了秦氏皇本人 什么样的心理和精神追求呢 或者这样的一种 究竟体现了他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呢 这个答案 我们也许需要从秦氏皇的一生的 所作所为中去寻找 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两件事情上 可以看出秦氏皇的秦政来 根据史记的记载 树氏 侯生 卢生在一起议论秦氏皇 说他呢 天下之时无小大皆决一上 上至于横淡亮书 日也有成 不忠诚不得休息 很多人就此认为秦氏皇贪婪全世 不相信他人 天下的大事小情 都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处理 这真是一个刚愎自用 专政善权的暴君 其实发出这样议论的人 真应该去体现一下秦氏皇的辛苦 横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衬 弹是古代的一种重量单位 一百二十斤为一弹 以横淡量书 也就是说秦氏皇每天要批语的作章 多达一百二十斤 秦氏的一斤呢 相当于现在的半斤 折散过来也就是六十斤 那时的公文一般都是由母简 逐简来书写 六十斤逐简目度的文书 正常情况下可以书写十多万字 这可不是我们平常看小说 随便翻反就完了 每天要阅读六十斤作章的工作量 再加上需要思考和批语 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行政事务 而这也是他日益万机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种移力和坚持 难道不能说明他的寝政吗 而这种寝政的程度 在以后的历代帝王中都汉有的 统一了全国之后 秦氏皇一共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寻刑视察 在秦代 巡游可不是一件什么好猜事 虽然贵为帝国的皇帝 也只能坐在木轮的马车上 日复一日的长途跋涉 况且那个时候的道路状况 还谈不上令人舒适 即使有通往全国各地的直道 赤道 但肯定没有现在的高速国道修得好 就更不要提那些没修好的道路了 我们今天出门坐汽车火车几天的话 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了 而秦氏皇即使再舒服的木轮车 坐上几个月一路颠簸 人估计会累得做什么事情的力气都没了 但是秦氏皇还是坚持了下来 通过这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秦氏皇其实并不总是冷冰冰的 他也有前面显活的一面 地宫的水银模拟了帝国的版图 秦氏皇将他带入地下 寄托了他对帝国的牵挂 也表明了他的家过情怀 所以秦氏帝国中的水银不同于 历史上其他所有墓葬中使用水银的现象 它既不是财富的象征 也不是用于墓葬中的防道 防腐 而是彰显出秦氏皇帝的追求与情怀 他开创在秦帝国的版图 西设流沙 南京北湖 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他将帝国最辉煌的历史 以物化的形式载入下来 表现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 史诗般的英雄经历 更是他对国家未来的深深牵挂 这是皇帝心系天下的表证 也是作为帝国皇帝 在另外一个世界 对国家长久传承的期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石炭